屏东发生了窃贼砍伤远警的案件 一命歹徒闯入严谱乡一处果园来偷窃 因为这行机败露呢 他竟然持刀反抗 警方在逮捕的过程中有两个人被划伤 也开了七枪来逮捕嫌犯 相信案情立刻联系给记者周慧荣 好的主播就是严谱的这处果园呢 发生了警匪对峙还有砍人开枪的场面 歹徒呢是在这里偷窃果园里面的爷子 没有想到就被果农发现报警 那歹徒呢就拿着一把 大约有二三十公分长的长刀抵抗 而且还不停地在现场挥舞当中 那现场远警呢 担心他对一旁围观的民众不利 向前抓人却反而被砍伤 一起來听听看果农的说法 在火乱当中呢 总共有两名远警受伤 其中一个远警呢是左手腕被划伤 另外一个则是右手臂被砍伤 由于嫌犯在现场顽强抵抗 所以远警呢就在现场连开了七枪 其中的一枪是打中了嫌犯的左大腿 终于将人逮捕 那目前的警匪总共有三个人受伤 全部都送医 还好没有生命的危险 至于嫌犯呢 他是今年三十五岁 果农说呢 他尽量拿着水果刀就来偷水果 但为什么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来抵抗 他到目前为止一句话也没有说 警方是没有办法征讯的 正在设法突破他的心房 以上是这些情况